尊敬的慧平大和尚 各位法师 尊敬的朱校长 各位同修 大家下午好 阿弥陀佛 请先开经本 第一百零九页 经文倒数第二行 从第三句看起 佛告弥勒 敬与佛者 视为大善 时当念佛 截断护仪 拔诸爱欲 度重恶元 由不三计 无所挂爱 开示正道 度 未度者 看这一段经文 这一段经文 前面几句 上一堂课 简单的 学习过 佛告弥勒 静于佛者 视为大善 时当念佛 截断护义 是尊特别提示 在 众善之中 念佛 最为重要 而念佛呢 看起来也简单 要紧的事 不要怀疑 所以佛 特别提醒 时当念佛 截断护仪 用截断 就告诉我们 那疑惑 应该怎么去面对它呢 不要犹豫 截断它 你说我想一想 我再去找一些 理论方法 去把这个疑惑 弄清楚 就越绕越远了 疑惑升起 直下阶段 毫不犹豫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对念佛人来讲 这很有效 接下来 拔住爱欲 度重恶缘 前面叫我们念佛 不要怀疑 不要怀疑 深信不疑 老实念佛 念念之中 处理轮回 这个拔 什么意思 要用力 要下决心 我们在轮回之中 赚了不少钱 买了不少家产 有时候 有时候舍不得 这个拔 不是拔别的东西 上午说的 是房屋失火了 全最近的门 赶紧往外跑 要紧的东西都带着 听明白了 要紧的东西都带着 什么东西要紧啊 想不明白 完了 死在火灾中啊 什么东西要紧啊 命要紧啊 你以为让你拿密码箱啊 失火了 要紧的都带着 就是带了这条命 赶紧跑吧 你不要想 我哪个抽屉里 哪个柜子里 床底下还有什么 根本没时间考虑了 逃命要紧 把自己救出来啊 我们还以为去翻箱倒柜 收拾行李 你以为出门旅行啊 所以这拔是什么呢 毫不犹豫 什么都不要带了 这个爱欲 就是我们在轮回中 所治下的家产 这拖泥带水的东西太多了 现在要出轮回 要出火宅 这些东西带不走了 该舍的都要舍 外面的要舍 心里面那个不舍的念头 同样要舍 火宅失火 你要往外跑 东西是带不走了 那有个人傻傻的在那边 哎呀东西是带不走 可惜呀 他舍不得走 我要跟我这些东西同归于尽啊 会有这样的人 那个难舍的念头 要舍掉 外面的东西 肯定是带不走 但是 我们那个贪爱 执着的想法 同样会拉我们后退 会把我们留下来 所以这帮 就告诉我们 要下决心 咬紧呀 长洲 再美好 还是要离开的 下这个决心 将来要往生的时候啊 那才能走得自在 年岁大的同修 要特别留意了 年岁大 年轻的不要睡觉哦 谁年岁大 年岁大都会慢慢大 我们都要有这么一点点的警觉心 客观来说 上了年岁的同修 以为自己 快不行的同修 要往生 现在 得做好准备 做什么准备呢 很多同修说了 那我房间已经订好了 已经准备好了 或者我跟家里人 已经商量好了 不是外面这个准备 我们现在说要往生做准备啊 大家都在准备什么呢 哪个念佛堂 比较好 我先去订个床位 订个房间 哪里有住念团 我先跟他们联络联络 电话号码都记下来 放在枕头边上 还有哪个道场 有骨灰盒 我也都订好了 后世一条龙 全部都考虑清楚了 然后住念团 我也联系了好几个 一个不行 再下一刻 都在准备这些事情 唯独忽略的 就是自己的心态 自己心态是什么呢 心里面的牵挂 有没有放舍得下 心里面的犹豫 有没有把它放下 往生极乐世界的 这个信心和怨心 够不够坚强 心中对于阿弥陀佛的 意念 够不够亲切 这个忽略了 昨天还有同修跟我预约 师父啊 最好往生时候 你来送送我啊 我很想送送大家呀 可是没准我先往生呢 有些老同修啊 跟师父感情比较好啊 往生的时候就想着 师父送一送啊 说家里儿女啊 不怎么可靠 这个不可靠的主要原因就是 他不信佛 或者他信了 他不怎么念佛 或者他念了 不怎么认真 自己要往生的时候呢 不能指望他们 指望谁呢 师父指望你吧 我想想 做这个生意也挺好啊 很多念佛人现在 都要到外面去找这个机会 靠这个靠那个 靠谁呀 靠师父 假定师父答应你了 你得提前把时间告诉师父 今天还是明天 否则大家都要求师父去 送往生 师父得安排日程啊 你不知道安排在哪一天 跟别人冲突了怎么办 什么意思啊 你自己得有把握 自己没有把握 师父也不知道 哪一天跟你流出来 你要走的那一天 别人定去了 怎么办 这也是靠不住的事情 其实 念佛人 最需要准备的 就是内心 坚定的幸运 和念佛的习惯 记住这一点 各位同修 虽然我们说 祝念很重要 但是 在这里 来善意地提醒大家一下 别指望 别指望别人来祝念 那真是靠不住的事情 你与其等着别人来祝念 为什么自己不好好念 是不是呢 你等着朱校长一个人 永宁是一群人 我们这些人 都一起要往生的话 你把他们累个半死 很多人以为 要祝念了 我们就可以放心往生了 这就好像什么 我们出门 例如 我们要出门到哪里 去旅行 办事情 北京啊 上海啊 或者出国到美国去 谁该准备啊 当然是当事人 我们自己了 要准备什么啊 我们忘记 要订车票 忘记啊 应该准备的是 了解目的地的情况 这些我们一概不准备 连在哪里上车也不问 我们准备什么呢 他说打电话 亲朋好友 一个一个都跟他们说 我要去美国了 我要去美国了 跟所有人讲 我要去美国了 然后回到家干什么呢 翻箱倒柜 什么衣服啊 生活用品啊 天天在那边翻 拿出来又放回去 拿出来又放回去 给大家的感觉是 你真要出远门了 别人有一天问 你什么时候走啊 我不知道啊 你从哪里走啊 我也不知道啊 你怎么走啊 那我也不知道 那你怎么知道 要去哪里 我想想而已 我让大家知道 我是要去哪里的 你不知道 怎么走 也不知道 从哪里走 甚至再问一问 我告诉你啊 去美国 要坐飞机 要有护照 要办签证 要订机票 你这些 有没有去办啊 没有啊 没有你准备去哪里 我不知道啊 我就是要去美国啊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啊 就类似这个情况 该准备的 没有认真准备 不要紧的呢 翻来覆去 在那边折腾 翻来覆去折腾的 就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 我网上的时候 怎么办啊 就好比说 我要去美国 大家都来送我啊 结果大家都来送你了 倒好 你不知道怎么去 也不知道到哪里去 连机场在哪里都不知道 大家到你家来了 美国怎么去啊 不知道 你准备了什么呢 我的行李准备了好多箱 哎呀 这些箱子不要带的了 念佛人要去极乐世界 就是这样 我们所担心的所有事情 根本都不要紧 什么临终 有没有人助力 什么有没有人知道 我们要往生 是白天还是晚上 往生之后 还有些同修担心 我现在在交代清楚 这后世啊 不能杀生 一定要交代清楚 有儿女啊 不信佛 他们就明确反对 不可以的啊 我们不能这样 于是这念佛同修呢 就很郁闷 这可怎么办啊 走不了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要杀生 有同修就这样 被困住了 还没走就被困住了 来问师父怎么办 师父能怎么办 其实考虑的太多了 那怎么办呢 你管那么多 把佛念好了 这才是最需要准备的 谁来送往生 管他谁来送往生 送不送 各位 我们出门 没人送 你就不出门了 今天早上出门 家里有没有人送啊 来听经都来送送我吧 有人送要出门 没人送 我也要出门 是不是 我们一定要出去 送不送是次要的 走不走才是重要的 你约好那么多人都来送 结果没走得了 那才没面子呢 这后事怎么办呢 后事怎么办 是后人的事情 你管那么多干嘛 你说他们杀生造业 跟我有关系啊 你这么想就跟你有关系 什么关系 你走不了了 你留下来自己处理 这样你才放心吧 你干脆留下来自己处理 还有啊 有些同修担心啊 哎呀 我这断气了 如果没往生的了 这中阴深渴怎么办啊 要不要请慧平师父 帮我做一场三十系练啊 这也都考虑进去了 那还是你留下来 免得血排位 你也不放心 你还是站在那里 小号 这些都是不相干的事情 活化之后啊 那骨灰有没有设立值啊 有设立值了 要分给谁啊 放在哪个道场啊 这些都能想得到 累不累啊 所谓后事 就是后人的事 既然是后人的事 就不归我们想 管他怎么处理 儿女有孝心 修功德 是他们的 儿女不孝 造罪业 也是他们的 你说 我有没有关系啊 你要没往生 就有关系了 听清楚了 你要往生 极乐世界了 就跟你一点关系都没了 为什么呢 找不到人了 跑到极乐世界去了 还有什么关系啊 想想明白啊 很多念佛老同修 都被这个事情卡住了 说在家里儿女沟通不了 他们 不给我祝念 不给我办数十 不会按我交代的去做 做不做是他们的事情 你只管交代 交代是你的本分 让儿女知道哪些是应该做的 他没这么做 没这么做 将来打官是他打不赢 为什么呢 因为你事先已经说清楚了 到阎乐王那里 你直接把证据交上去就行了 跟我无关 当时我已经交代清楚了 因果各自负责 如果他们修功德呢 修功德我有份 为什么呢 我教他们修的 你说说清楚不就行了 交代清楚了 一点都不用担心 有没有人祝念 也不管 往生是自己的事情 有人来祝念 大家好 欢迎大家到极乐世界来看我 借这个机会跟大家道别 不能依赖往生祝念 自己才能往生 这些祝念也都是凡夫 你怎么能依赖呢 你说怎样才能往生呢 依靠佛来接引 这样往生来 不是依靠大家送来 才往生来 我们自己先把这个事情想想清楚 就好比出门一样 我去北京啊 怎么去的 我订机票 怎么去的 飞机来接我 我去的 我愿意上飞机 飞机肯飞就行了 至于多少人来送 不重要 有人来送 挥挥手 跟大家 道别 感谢 一个两个 没关系 十个八个 很好 一个都没有 太自在了 说走就走嘛 还不用考虑大家的感受 你说多好 这才是念佛人 最应该准备的事情 就是把自己的心 安定下来 说走就走 念佛同修 这一点 要认识清楚了 不要再约人 给我送往生吧 你们两个人不知道 谁先往生呢 到时候 谁送谁又说不准 再说了 你有了一个依赖别人的心 自己就不会全力念佛 很多同修都现在本来好好的 就是可能某某师傅 某某书念团答应了 说你放心 到时候我们给你送往生 你不去 我们也把你送去的 他回家就睡大觉了 为什么呢 反正有人答应我了 到时候我就是不去 他们也会把我送去的 你以为这下你得重病 送医院 担架抬去啊 那往生是心念去的 你这个心不够坚强 不够决定 信愿不够恳切 正念不够分明 各位 佛都带不走的人 你还以为有人比佛厉害吗 大家想想 阿弥陀佛如果都不来接了 你还以为有人比阿弥陀佛厉害吗 没这回事了 往生是靠佛来接引 只要佛来接引 足够了 至于说有没有人送 那无关紧要 所以念佛人 得靠自己 把这句佛念好 敢得佛来接引 这是唯一要准备的事情了 对于念佛老同修来讲 真的很重要 这不是开玩笑的 拔出碍玉 我们现在开始准备 心里面还有几根绳 没有解开 没有解开 这碍玉就是神所 昨天有个同修 说到这个事情就很担心 我很想念佛往生 也很想到念佛堂 可是呢 我有一个老伴 他呢不念佛 我要来念佛堂呢 又舍不得他 那我要再加念呢 他又不念 这可怎么办呢 这可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 就这么办吧 这个话说了好多年 到最后还是这么办 两根绳互相拴着 民间有句话 叫一根绳上的骂着 谁也跑不掉 你想跑 他把你拉回来 他想跑呢 也把你带走 这是绳索 不是那个人是绳索 是彼此眷恋的心恋 那是一根无形的绳索 那该怎么办呢 有这一种情况的同修 现在开始解绳 教大家怎么解 就是家里面自己念佛 那个老伴 管他男的还是女的 他不念 他也不相信有往生这回事 好了 你就不要试图去改变他了 我们很多同修想得好啊 不行啊 我一个人往生了 留他在这里 孤苦伶仃啊 可怜啊 我要带他去 你得考虑考虑 你能跟神够不够结实 你能带得动吗 你先把他安置在这里 给他身上做个记号就行了 听清楚了 今天晚上回家 给他身上做个记号 问他带不动了 太重了 先做个记号 到极乐世界 成愿再来 再把他拉出来 没关系 反正你做了记号了 到时候不会认错人 给他种个善根 让他知道 有阿弥陀佛 有极乐世界 这回事 就行了 他相信也好 不相信也罢 不再勉强 什么缘故呢 弥陀经说得很明白了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 得生彼国 他善根福德因缘 不具足 佛都不勉强他 我们有什么能力 现在 自己先赶紧做好准备 这是第一根绳 要慢慢的开始解开了 从今天开始 不要牵挂他 生活上你还可以关心他 但是心里面呢 不要再牵挂 慢慢的松开 你还可以照顾他 你可以用慈悲心对他 但是 情感上开始慢慢的 给自己松绑 将来 如果是自己先走 听清楚了 你最好不要让他知道 他悄悄告诉你 为什么 他知道他会拦住你 不是没这个可能 哪里去 给我留下 听清楚吧 那就要我们自己念佛 信心坚定 走的时候 自在 有没有牵挂 真信切愿 念佛往生 佛一定会来解的 而且会提前 告诉大家 这所谓欲知实质 但是如果我们心里 舍不得 有因恋舍不得 就没这个事情了 听清楚了 所以决定权 掌握在我们心中 能不能往生里问谁啊 谁都不要问 问自己的心 心里面还有几分牵挂 没有放舍得下 完全放舍得下 往生的时候 那就是欲知实质 没有牵挂 他们不相信 先不告诉他们 免得他们 来找麻烦 找恶意 你看 我们看到的这些往生人当中 有啊 有老太太念佛 欲知实质 往生前 把所有后事 自己全部都整理好 可是家人一个都不知道 他晚上坐在 坐在房间里面 床上 念佛往生了 第二天 一家人叫吃饭了 叫不动 到房间一看 老人家坐在床上 一动不动 直到念佛往生了 他已经走了 生死自在 这才是念佛人 最应该学习的榜样 至于这个 心里面还有多少牵挂 放舍不下 各位 自己清楚了 等一下 回去算算账 还有几根绳 大绳几根 小绳几根 乃至一根蛛丝马迹 你都得把它 算算清楚 刚才说的 是比较至亲的 夫妻 一个要走 一个不走 一个念佛 一个不念 这一种情况 先说清楚 至爱的夫妻 黄泉路上 不相逢 这一点 一定要认识清楚 有同修说了 那我们两个都念佛呢 都念佛 各念各的 那将来我们可不可以 一起往生啊 往生也是各往生各的 那我们约好行不行啊 那得看你们两个 是佛 正念同样分明 往生因缘 是否完全一样 既然都要真往生了 你还在意 有没有一起 那骗谁呢 不要用感情来欺骗自己 既然真往生 咱们各凭本事 极乐世界见面 如果没看到你 对不起了 你得等一等 我去极乐世界回来 再拉你 往生这个事情 不能代替的 佛都不能代替我们 所以得说清楚 这是挚爱的夫妻 情感深厚 最难割舍 所以得重点 去对待 心里面 处理好了 那么儿女 眷属呢 也同样是一根绳 要自己慢慢挤了 年岁大的同修 儿子 儿子可能 可能情感淡一些了 儿子女儿淡一些了 孙子孙女啊 小辈的 也会心里面牵挂 这也难怪的 从情感上讲 这都是可以理解的 那将来要往生的时候 注意了 你可不要想到 我那小孙子很可爱 这么小 舍不得将来长大 谁来照顾她呀 这个念头可不要动 你这念头一动 当心将来做她媳妇 你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那志工禅师 到一个大户居士家 去做客 这个居士家里面呢 就是 办婚事啊 儿子娶媳妇 请了好多 亲朋好友 把志工禅师 也请了去祝福 禅师一进门 看到这个场面 就摇头啊 哎呀 怎么会是这样呢 古古怪怪怪古 孙子娶祖母 诸阳抗上座 六亲郭内祖 说了一通英国的 这些真相 志工禅师得道高升啊 观世音菩萨化身 梁武帝的国师 大家一听 哎呦 不得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禅师说出这里面的真相 现在的新郎 娶的那个漂亮的媳妇 是他 就这一辈子的祖母 就是奶奶了 怎么回事呢 奶奶过世的时候 这小孙子刚出生不久 家人就抱来抱去 在奶奶身边嘛 在那边哭 奶奶呢 就手拉着小孙子啊 心里面不死啊 哎 说这么小 我都没机会照顾他 哎呀 太遗憾了 带着这个遗憾的念头 转气了 到阴朝地府 阎老王 把他生死档案调出来 看了看 这一生 没有大善 也没有大恶 还可以投胎做人 既然你舍不得你孙子 怕他没人照顾 怕人照顾不好 这样吧 满你的愿 你自己去照顾 照顾他一辈子 那他才刚出生不久嘛 投胎到附近 邻居村庄 做女孩子 长大了 嫁给他 所以一长大 两个人一见面 就喜欢得不得了 奶奶嘛 肯定喜欢孙子 所以就要照顾他一辈子了 这是在演戏哦 电影里面的演戏 演员一换 我们知道 还是那个演员 还是那个演员 前面演奶奶 这一次演媳妇了 没错 就是这样 这就是轮回中的音缘 随着人的情感 在变化 宁夫人头脑要清醒啊 不要被这一场轮回大戏 做迷惑 再好的情感 也不过是一世因缘 这一世因缘告一段落 下一次改头换灭 不认识了 很显然 我们今天都感觉到不认识了 上辈子可能是什么什么关系 不认识了 我们只认眼前的眷属关系 其实眼前的眷属 可能是上辈子的冤家 猪羊抗上座 六亲郭内主啊 现在眼前的这些亲朋好友 怎么回事啊 以前他们家宰杀的这些 猪啊羊啊 得一转世 到他们家来抱怨了 《愣言经》上说的 人死为羊 羊死为人 大家换一个角色 这场戏继续 上一辈子的六亲眷属 现在变成锅里面被煮的 那些猪啊羊啊 就是这样啊 轮回就是这样 互相换着 去演戏啊 肉眼不知啊 迷在里面 所以佛告诉我们 对这个事情 不要认真 不要计较 有些不学佛的 或者刚刚接触佛法的朋友 不理解 说人难道就不能有感情吗 怎么不能 人要有真感情 我是真感情 我真心喜欢他呀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确定他不管怎样 你都喜欢他吗 我真确定 说好了 假如他突然变坏了 假如他突然不认识你了 假如他对你 像对冤家一样了 你确定你还会喜欢他吗 不确定了 确定了 那得看情况 那就是了 你怎么说 你的情感是真的呢 你的情感是反复变化的 我们说的真感情 那就是菩萨的慈悲 菩萨对众生 是不管众生怎么变化 这一种慈悲都不改变的 为什么呢 菩萨明了真相 众生在迷意 对于迷惑的众生 不计较 这个众生的态度行为如何 只关注这个众生的佛性 讲方设法 种种方便给予引导 所以这个众生对菩萨恭敬 对菩萨好 菩萨对他慈悲 过两天不高兴了 对菩萨怨恨了 甚至来打菩萨了 菩萨对他依然慈悲 这叫真感情 我们讲人间有真情 真情是大爱 这才是我们所说的 真情实义 他不因为别人众生 对自己的态度有所改变 我们一般人讲的 那个真感情 其实自己都信不过 虚情假意的多 只不过是现在喜欢人家 说我真心的 我可以表白给你 我确信我是真的 不过是自私的一种想法 所以刚才才说 你确定你是真的吗 什么叫真的 真的就是不变心 前两天刚说过真心的 这两天就变了 那哪里叫真心呢 所以要把这个情感 升华为慈悲 对待家亲眷属 也是这样 念佛同修 家亲眷属 念佛不念佛不重要 你用种种方便引导 可以 他们念同生极乐国 他们不念呢 我先生极乐国 先到极乐世界 反正我给他们都做了记号 将来回来 一个一个再拉他们去 这就行了 你还担心什么呢 想明白了 自己就一身轻松 不要被爱欲纠缠 不要被这些绳索所捆绑 很重要 很重要 念佛往生 这是说到 最关键的事情了 临终最后时刻 就是这样 但是平常 如果我们这个习惯 没有养成 临命终实 难免做不了主 所以说 从现在 就要开始 给自己松绑 把心里面 这些绳索 一个一个 给解开 有些老人家 在家里带孙子 人家说 这样有障碍吗 没障碍 带着他没障碍 你只要心里面 不去捆住他 就行了 怎么带呢 你把它当一朵莲花带 怎么把它当莲花带呢 你边带边念佛 那就是一朵莲花了 你用佛心 用菩提心 去带 你要想 这是佛子 我来照顾他 但是你不要想着 这是我孙子 那你完了 你的心就被他捆住了 你要把他看作是佛子 你们有缘 来照顾他 这样慢慢的 生活中的这些 情感牵挂 就会转为 菩提姻缘 从这个地方 大家试着 各自松绑 反正别人帮不了 这是要特别说明的 对于那些一生都没有念过佛 灵命忠实 才遇到念佛法门的 这些同修啊 就临终靠助念的 这个时候 那就按临终三大要所说的 那要善巧开导安慰了 善巧开导安慰 最重要的是什么 还是这些 你得放得下 你得愿意离开 这个世间的一切都带不走的 不管我们是否愿意 一定得放下 如果不能从内心放下 你就是请来全世界的人助力 都去不了 所以这个事情要说清楚 为什么 那一根绳拴住啊 您的船再怎么推 没用 所以一定 先要把绳索戒掉 这是重点 要认识清楚的 度众恶缘 众恶之缘 不在外面 依然是我们的心念 心为万善之本 也是万恶之缘 那怎么矛盾呢 心迷 就是万恶之缘 他就起烦恼 他就造恶意 烦死了 心觉悟呢 就是万得之本 所以杜众恶缘 什么意思啊 不要迷 心不要迷 于是 心就得自在 游步三界 无所挂爱 我们现在 不用游步三界 就在长洲逛一逛 看能不能做到 无所挂爱 无所挂爱 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遇到什么 心里面不会烦恼 心经上说的 心无挂爱 无挂爱 故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是不是 心里没有挂爱呢 人就不会担心 不会害怕 那么我们对照一下 想想 有没有担心 有没有害怕 有 为什么担心 为什么害怕 你挂爱什么 就担心什么 挂爱什么 就害怕什么 真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 也得慢慢地练习 在生活的遭遇中 把心中的挂爱 慢慢放下 人啊 事情啊 财产啊 乃至于一点一点的东西啊 都要慢慢练习 把它看平淡一点 有一个大将军啊 同帅千军万骂 冲锋陷阵 出身入死 眼镜都不眨一下 大家都很佩服他 长盛将军 所向无敌 这个将军呢 没事在房间里面喝茶 别人送给他一个 非常漂亮的茶杯 美玉做的 他很喜欢 拿着这个茶杯 边喝茶 边欣赏 左手挽 右手 右手挽 左手 挽着挽着 一不小心 被一只失手了 没有接好 两边丢来丢去 没接好 掉下来了 哇 他吓到 魂不附体啊 拼了老命啊 杯子落地前 他又把它接走了 武艺高强嘛 又接走了 哇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哎呦 宝贝啊 宝贝啊 赶紧放桌子上 可是马上一洗啊 奇怪哦 我在千军万马之中 眼镜都不眨一下 今天这个杯子 吓得我半死 怎么回事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也想明白了 原来 是自己太在意这个杯子了 所以杯子就把他的心 给拿走了 杯子的状态 决定了他的状态 杯子碎了 他的心就碎了 我一个堂堂大将军 岂能被一个杯子左右 于是 把杯子举起来 摔下去了 再无牵挂 大家不要学啊 你不要回家摔东西啊 说是法师教的 这是一个故事 这样说 更深刻一些 我们要摔的 是那个执着杯子的心 要把它打碎 杯子能要摔 是摔不完的 那个杯子就是说 我们在意的 我们执着的 人也好 事情也好 财务也好 乃至于一个观念也好 可能这些有形的东西啊 我们还好理解 有人说啦 我现在什么都不在意了 房子不在意了 钱也不在意了 事情也不在意了 反正我什么都经历了 都不在意了 结果呢 听到有人在说 你看那个人装模作样 以为老修行啊 什么都不在意啊 其实烦恼重转了 一听就不高兴了 谁说的 我真的什么都不在意了 你怎么这么说我呢 各位他还在意不在意 你不能说 说了他很在意 这是在意什么 在意名声 这也算吗 当然算了 你在这边准备 网生旁边几个人 就那么嘀咕嘀咕说 你看那个人装模作样 说要去极乐世界 我看他去阿比地狱还不错 你要一听 会不会气死了 按照前面这个习惯 气死我了 好 他们说对了 去阿比地狱 气死了就去阿比地狱了 有时候啊 有形的东西 我们容易放得下 可是这些无形无相的困扰 绳索 依然会影响很多人 尤其是修行人 很多修行人 钱不在意 地位不在意 他也欢喜付出 但是呢 他在意什么呢 在意别人怎么评价他 我什么都不要了 就给我说句公道话 还不行吗 在意这个 各位要留意了 在道场里面也是如此 我们发心来做功德 出钱出力 这很难得啊 你功德做好了 事情也做好了 也出了好多力了 别人在那边 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反正你听到就很烦恼 会不会这样啊 你说不是我要烦恼 是他太过分了 已经开始在意了 如果我们不在意 随便怎么讲 讲的跟自己有没有关系呢 没关系呀 你不要在意 全世界人都讲 那个某某人 跟自己也没关系 哪怕去放新闻 投广告 全世界的电视台 都在骂这个人 跟我也没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我没有交广告费 不知道骂谁 我也没有接受 也不知道说谁的 看到了 欣赏一下 还不错 你只要不在意 就没有关系 丝毫在意 就受影响 这个无形的绳索 不容易觉察 很多修行人 都容易被这个困住 所以我们要 在这个地方 多多的反观一下 有没有被这个 无形的绳索给困住 很重要啊 不要太在意 别人什么态度 不要太在意 怎么评价 也没关系 他只要欢喜 他把我说多坏 都没关系 各位 听仔细了 你说不行 我听到不舒服 那就不要听嘛 不行啊 我听到了怎么办啊 你就当听错了 没听错啊 他就是说我 你就当他有毛病 就行了 反正你得有点办法 不要去跟自己计较 如果什么办法都没有 那你就得说服自己 我要去极乐世界的 这笔账先不跟你算 先存着吧 等到极乐世界再说 不是存在心里 存在他那边 自己不要放心上 不要去计较这些事情 这样 在现前生活中 由不 十方 无所挂暗 聂夫人 很多人在问 如何才能走得自在 我们很羡慕啊 那个坐托立王的 修行人 坐托立王 坐在那里 了脱生死 立王是站在那里 了脱生死 我们很羡慕啊 从哪里学啊 就是从这里学啊 人家心无挂碍 所以走得自在 我们现在要练的就是 在生活中 有没有挂碍 要想生死了无挂碍 那得现前生活 没有挂碍 不是像一般人说的 气死我了 我不想活了 我要去极乐世界了 你气死了 去不了极乐世界啊 气死了 是去极苦世界 哪里会去极乐世界啊 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带着情绪去的 那走得自在 就是现在生活自在 所以 教大家在生活中 学着 什么都不计较 看什么人都嘴角向上 遇到什么事情 都欢喜面对 实际上 这就是为往生 做最好的准备 反正我都要去极乐世界了 跟大家计较什么呢 有什么好计较的 对不对 不用计较 常常这样提醒自己 那就真不计较了 你要计较 耽误了大事 往生才是头等大事 再说具体一点 往生就是赚大钱 就是发大财 那边有一大笔买卖 等着我们做 眼前这点亏本的生意 不做也罢 干嘛还跟他争来炒去呢 你这样想想 自然而然 就不会为眼前这些遭遇 所困扰 才会所到之处 没有挂碍 在这里也好 在那里也罢 心不计较 将来往生的时候 说走就走 这是念佛人 要准备的最主要的内容 自己的事情办好 然后遇到有缘人 开示正道 度 未度者 这就是随缘 劝导大众 同生极乐国 开示正道 我们今天所走的这个道 就是正道啊 什么道呢 净土之道 成佛之道 开示正道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 这一条道是光明的 前途无量光明 没有一点黑啊 开示 就是跟大家分享 说明 极乐世界 是一切众生 最美好的归宿 通向这个地方的道 就叫正道 度 未度者 未度之人 就是还没有遇到佛法 遇到佛法呢 还没有找到 回家之路的 这些有缘人 都是有缘人 我劝呢 他们不听呢 不要在意 只管这样去做 一方面 我们可能做得不够好 另一方面呢 人家的机缘 还没有成熟 都有原因 总之 不要在意 只管本分的去做 你不要在意 我这样做了 他不接受怎么办 他接受不接受 不重要 我们有没有做 这是本分 从家里说起吧 就像刚才说的 我念佛了 他不念佛 那怎么办呢 你可以劝他 你可以说服他 他信不信呢 你先不要烦恼 你就只管这么做 哪怕我做了一辈子 他也不愿意 没关系 你也不要烦恼 反正他知道 有这回事了 善根 就下去了 这就行了 对于其他的人呢 也是如此 例如我们 讲念佛法门 有缘人来听 他听过一句两句 没关系 种下善根了 相信 很好 当生得度 不相信呢 也没关系 他知道有极乐世界 这回事了 他说我不信了 他不信了 说明他知道了 他跟你说 我不信了 你听他这个话 就是说他知道了 他要不知道 他怎么会说不信呢 他知道了 只是还不相信 那是怎么回事呢 机缘 未到 不要着急 所以我们遇到啊 这些刚刚接触的朋友 他们说我不信 你不要烦恼 不信也没关系 我们很多人 都是从不信到信的 先有个机会 给对方接触 我们自己 好好念佛 随缘 跟一切大众 分享 念佛法门 这就叫 开示正道 度 未度者 将来往生极乐世界呢 多劝一些人去 极乐世界 我们别的礼物带不去啊 各位 你准备的那什么 水果啊 补品啊 极乐世界带不去啊 一样都带不去 那我想 我想看看阿弥陀佛 带些什么供养呢 其他东西都带不去 不是不要带 你带也带不去 那我怎么样去表示 对阿弥陀佛的 这种感恩之心呢 多劝几个人去 多劝几个人 这是唯一 能报佛恩的做法 过去大使徒上 说过这么几句话 说能劝二人修 比自己精进 能劝两个人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比自己一个人去 要勇猛精进 因为两个人往生 成就两尊佛 两尊佛度众生 各有姻缘 总比一尊佛要多 能劝十余人 福德已无量 能劝十几个人念佛 这个人福报功德 无量无别 能劝百余千 是名真菩萨 能劝成百上千的人念佛 这个人是菩萨 你不要问他是什么菩萨 说的是他这样的做法 就是行菩萨道 真正在觉悟众生 又能过万数 即明阿弥陀 能劝上万人念佛 那就是弥陀化身 不是阿弥陀佛 他也是随顺弥陀本愿 这就是上报佛恩 所以我们要带什么礼物 去极乐世界 多带几个人去 带谁 谁有缘 谁愿意去 就带谁去 今天说好了 带大家去 每一个人 确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那是谁劝的 就是谁的功德 什么功德最大呢 劝人念佛功德 最为敌 却是如此 上报佛恩 下成就功德 当然了 我们也不要 极端的去理解 那我自己不念 到处跑着劝人念 到处跑着劝人念 大家都去了 结果你自己没去得了 前提是自己得愿意去 有这样一种人啊 他劝人念佛去 他自己不去 王龙书居士 净土文里面 就记了这样一个人 唐朝 有一个房柱居士 他平常读诵金刚经 遇到人呢 也劝人学佛念佛 在他劝的人当中 有一个人往生了 真往生 到极乐世界了 这一天呢 躺在床上 一闭眼镜睡着了 阎路王把他请去了 就是死了 可是阎路王请他去 很客气 招待他 跟他聊天 然后就跟他说 根据你之前修的功德 你曾经劝过一个人 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人真去了 根据这个功德 你应该到极乐世界去 可是你为什么不念佛呢 阎路王原来请他来 是跟他说这个事情 就说你应该念佛 你念佛 你就肯定往生 为什么呢 因为你极乐世界有人了 你劝的人往生了 你成就了往生的功德 你只要念佛就一定能去 阎路王在鼓励他 可是这个房居士呢 他很执着 极乐世界我还不想去 阎路王问他 为什么呢 我还想去五台山 朝礼文殊菩萨 我这个愿一直都没了 阎路王说了 朝礼文殊菩萨是很好了 但是你还是要念佛 到极乐世界去 自己考虑考虑吧 把你送回去了 出来之后 他把这个事情记下来 看来 劝人念佛 功不堂卷 真是这样 所以谁愿劝人念佛 也是念佛同修 累积资粮的一部分 这就是策利说的 自己没有挂碍呢 随缘开示正道 度未度正 遇到人 我们观察因缘 跟大家分享这个念佛法文 这是佛陀的教诲 接下来继续看经文 若朝当之十方人民 永结以来 辗转武道 忧苦不绝 生死苦痛 老义苦痛 病极苦痛 死极苦痛 恶臭不尽 无可乐者 先看到这里 若朝 就是大家 当之十方人民 永结以来 辗转武道 十方人民 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的大众 永结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这叫无始轮回呀 找不到开始 一直这样来 轮转武道 轮转 就像车轮一样 不断的旋转 武道 先人 地狱恶鬼畜生 没有阿修罗 阿修罗省掉了 叫五道 讲六道呢 就加上一个阿修罗道 这个阿修罗 专指天阿修罗 如果讲五道 天阿修罗 就归到天道 是这个意思 所以经常有时候讲五道 有时候讲六道 还有时候讲七去 七道 比较少见 讲七个 那又多一个出来呀 多那一个就是仙人 仙道 不过不常见 通常我们看到就是六道 开合不同 六道轮回 则是我们通用的 轮转武道 我们的生活空间 就是这五大类 或者六大类 忧苦不绝 其他倒不说了 就说人间吧 从小到大 到现在 我们的忧虑苦恼 就没有修习过 真是这样 你看 一个老人家 辛苦了一辈子了 好不容易现在念佛了 念佛还在忧虑啊 忧虑什么呢 我念了他不念 我念了 他们都不理解 我念了 什么时候才能往生 这些都不要忧虑 念就是念了 管他念不念 管什么时候往生 念佛同修 只管念佛 什么时候往生呢 你不要管 不管怎么行啊 那是阿弥陀佛管的 听明白吗 阿弥陀佛管了 我们就不要管了 你不是说 什么都交给阿弥陀佛吗 所以你就不要管了 那我管什么呢 很简单 你就管按这个按钮 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寄书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现在很多人 手上拿个寄书器 我们就管念佛 除了念佛 心里什么都不管 你说日识多好过啊 福报多大都不知道啊 可是没办法 苦了一辈子 苦习惯了 不烦一烦过不去 不想一点烦心的事情 觉得这一天白过了 给大家一天时间好好念佛 念念看看时间 哎呀 怎么才两点 哎呀 怎么才三点 干什么呢 好像没事情做 你还要做什么啊 给我们大好的时间 好好念佛 你说多大的福报 拼命念 专心念 什么都不要管的念 这就是我们当下 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天下大事呢 让天下人去担忧吧 什么牵肠挂肚呢 让那个肚长好的人去牵吧 什么舍不得放不下的 全部都提前给他处理掉 谁愿意牵挂 谁牵挂 谁愿意纠缠 谁纠缠 一切都把它放得干干净净 不再忧虑 就没有痛苦 说不行啊 别的我都不忧虑 可是我这身体不行啊 这几天就遇到好几个老同修了 七十岁 八十岁 九十岁 都有 师父啊 我什么都不担心了 我这身体不行啊 然后说了 我这里痛啊 那里痛啊 里边痛啊 外边痛啊 脚痛啊 腿痛啊 不好意思讲 我问你心痛不痛啊 我有心脏病啊 有时候会痛啊 现在痛不痛啊 现在不痛啊 你不痛的心干嘛呢 不痛的心在想那些痛的地方 这么过日子 不苦才怪呢 痛是客观的 年岁大了 身体上有一些小小毛病 你要原调他 你要原谅他 年岁大了 身体老了 有一点点小小毛病啊 请大家原谅他 你这原谅谁啊 原谅谁啊 你原谅这个身体啊 你要原谅这个身体 他为你辛苦了一辈子 他跟你打了一辈子的功 他累得要死要活了 他现在退休了 他喊喊痛 正常的 你要原谅他 好不好 原谅的意思就是 你要包容他 你要面对他 就像工具用久了 会出问题 有故障 那都很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 主人不要迷 主人是什么呢 心 这个身体是工具 所以刚才用这个比喻 身体给我们打工 被我们用 用了一辈子 那是工具 那不是自己 听明白了 谁在痛啊 身体在痛 你的心在痛吗 心在感受这个痛 心在意念这个痛 说明心不痛 心要痛了 你就不知道腿痛了 心不会痛 心在感受这些痛 很冤枉 你要包容这些痛 原谅这些痛 然后呢 去安慰这些病痛 怎么安慰呢 你念阿弥陀佛给他听 他们一听阿弥陀佛 就乖乖睡觉了 你要哄他 脚痛了 腿痛了 你要哄他 乖腿 不要痛 我给你念佛听 有人说开玩笑 这样哄他就有用了 哄的不是腿 哄的是自己 你还以为是两个人 不是开玩笑的 你看当年广青老和尚 大家听过广青老和尚吧 那个俯虎和尚 得道高升啊 他当年在泉州 青原山山洞里面 自己念佛啊 坐在那里时间久了 那腿痛啊 腿会痛啊 广青老和尚就是这样的 就拍拍腿啊 腿啊腿啊 不要痛 辛苦你了 陪我坐这么久 我们的身体就是工具啊 你得安慰他 有必要的时候 骗骗他 但是你不要被他骗 被他骗 自己就迷掉了 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工具 你要学会跟他妥善 处理好关系 他痛吗 他提意见了 那你要安慰他 必要的时候哄哄他 所以念佛就是哄他 安慰他 然后我们的心情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 感受不同了 你不这样会更痛 你老是想着痛 哎呀痛啊 痛啊就哎哟哎哟 师父就教你念佛啊 不行啊我痛啊 哎哟哎哟 你看 痛啊哎哟哎哟 痛啊哎哟哎哟 加在一起 也四个字 你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也四个字 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 你念痛啊 哎哟哎哟就越来越痛 哎哟声就越来越大 你念阿弥陀佛呢 痛就没了 哎哟也没了 想想是不是呢 所以身体上有病痛的同修 要注意 转变自己的这一种心理习惯 有人说那我这样念 什么时候才不痛啊 你先念着 念之久久 那个痛就忘掉了 你不要指望这身体 真的是金刚不坏身啊 永远不坏啊 这样想真是有一点 有一点太做梦啊 一厢情愿 这身体要进火葬场的 往生不是这个身体去的 所以能用一天就好好用 物尽其用 而不要被这个身体所连累 要善用这个身体 心不要迷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一来 纵然有一些病痛 那我们的心也不受它影响 心得自在 管这个身体什么样 将来要走的时候 那就能说走就走 不是要走 哎不行啊 我痛啊 阿弥陀佛你等一下 还等什么啊 你在这边还痛啊 我们的心不要被痛所牵住 很重要 所以现在就开始转变这个习惯 除此之外 我们生活当中 那些大大小小 会让我们烦恼 会让我们困扰的那些事情 都不要计较 常常提醒自己 我是要去极乐世界的人 我是要去挖宝藏的人 这些东西都不值得我计较 谁要计较 谁计较 谁想要就给谁 反正我不在意 那我在意什么呢 我们除了这些要在意什么呢 那就在意一件事 阿弥陀佛也没有在心里 有没有在念佛 时时提醒自己 处处不离念佛 念念弥陀佛 这忧苦啊 就慢慢的断绝了 真是这样 眼前忧苦断绝 将来往生自在 成就无量功德 这个是 我们如何离苦得乐啊 当下改变 当下 就已经把痛苦的感受 展变过来了 希望大家从这个地方 好好地念 这句佛号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